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 始终致力于在联合国框架下 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近日 尼泊尔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查理亚 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 回忆起尼泊尔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而积极奔走呼吁的历史细节 也讲述了尼中两国互帮互助 缔结真挚有益的故事 现年70岁的阿查理亚 曾担任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 她回忆说 尼泊尔和中国于1955年正式建交 同一年尼泊尔成为联合国成员 此后一直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积极奔走呼吁 1960年时任尼泊尔首相科伊拉拉 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强调 没有中国的联合国是不完整的 柯伊拉拉当时指出 中国有6.5亿左右人口 联合国如果不包括中国这个大国 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国际机构 就没有任何意义 联合国应该能够为推动世界和平 做出贡献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就做不到这一点 阿查里亚表示 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 中国从不适强凌弱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尊重 中国是世界上的一股强大力量 却从来没有势强凌弱的历史 中国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 开展外交工作 这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赏 阿查里亚还向总台记者 讲述了他家几代人 同中国外交官缔结有益的故事 阿查里亚的父亲 纳拉纳特·阿查里亚 是尼泊尔著名的医生和诗人 曾就为中国原建尼泊尔公路的 建设项目铺写过诗歌 之后 时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曾旭勇 又将这首诗歌翻译成了中文 展望未来 阿查里亚表示 相信中国将为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方案 助力全球实现幸福梦想 在经济发展 科技騰飞 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消除贫困等诸多领域 中国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和平进步和发展 我们一直在追求建立幸福世界 我们梦想子孙后代的生活 会比今天更加富强幸福繁荣和领域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助力实现这一梦想 每个赌信和领域 都没有提供 荣尔阿 하기